丁香园网站站友ITB0720分享了这样一个病例,一个十四岁少女,三天前莫名其妙出现头痛,白天清,晚上症状加重,头痛罢作时又恶心呕吐,又过了两天,少女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灵,无法说话,这可是典型的中风症状呀,这么年轻这中风? 主诊医生觉得很疑难,就在网站发帖,和同行探讨,少女生气清洗,来后做头部克拉,结果有一场,专业报告结果原文,被学医读者可忽略,投入克拉左侧大脑连附近高密度并演脑各分部,有侧上两高密度影,有同行回帖,认为病应考虑血管畸形,而无可能性较大,还粘状血管流,动静脉路, 其行为发育不良,其次摩扰摩扰再次静脉或静脉斗血栓,心内膜炎,浓度栓子脱落需要排除,以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,有同行回帖认为不能排除其他少见的原因,SALA血液系统疾病,抗凝药物过量均值排除,大家各输己见,未能对最终诊断达成共识,这位14岁少女脑中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 自贴发出三天之后,主诊医生再次回帖帖开谜底,通过进一步追问并使,原来是患者因因到流血,长期口服避孕料引起静脉到血栓形成,明确病因后,医生给少女进行操明血药物,用幼期间患者因到流血增加,给予输血等对症,的患者症状逐渐好转, 医生中高,预防血栓形成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,以避孕料可能导致血栓形成,避孕料使用前一定要注意排查禁忌症,如有些避孕料说明书规定,要或曾有血栓静脉或动脉,栓色前是症状,熟心脚痛和短暂心脑缺血发作, 存在一种严重的或多个静脉或动脉血栓栓色的危险因此,半血管送害了糖尿病,严重高血,压,严重异常质蛋白血症,以及或怀疑的性激素,依赖的生殖器官或入性恶性肿瘤,肝脏肿瘤良性或恶性,也或曾有严重肝脏疾病,肝脏功能为恢复正常,不明原因的因,倒出血,以妊娠或怀疑妊娠,哺乳妻妇女, 二根据自身体质特点,注意健康饮食,提倡均衡膳食,根据自身的体健治标,针对性选择自己的食谱,比如自己体检有高血脂,那么平时肥肉,油炸类高脂肪食物尽量少吃,炒菜油也要尽量少放一些,如果自己体检有高尿酸,尽量少吃海鲜内脏,少吃肉汤,减少胶硬摄入, 如果有高血压,却要注意炒菜上放一些盐,而所有人为了预防血栓形成,都需要多吃绿色蔬菜和新鲜水果,这样可以保证微量元素供应和畅氧化营养物质渗入, 三坚持锻炼,避免不健康生活方式,提倡锻炼身体,打游戏久坐,通宵打麻将,长途乘飞机,火车,轮船等下肢上动辙, 由于下肢血管血液流动缓慢,非常容易诱发血栓形成,您注意持续静坐期间,应经常起身活动, 曾经有一名27岁青年,玩游戏上瘾,持续玩游戏时先感觉双腿麻木,胀痛,后突然晕厥, 宿网后发现双侧肺动慢远端,几个夜分至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血栓形成, 该青年因为静坐时间太久,又发血栓形成,最终医生诊断,急性肺栓色, 因此能经常运动,不吸烟,不饮酒,这些健康生活,有利于预防血栓形成, 我是方健,中山大学药理学硕士,三甲副主任临床要师, 要师方健,获取药物与健康的干货知识,如果内容对您有帮助, 敬请转发,非常感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